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 也是离不开书法 你多少 你没专门练 你还是要花点时间来 练个几节颗 把好的东西给补住 知道吗 这样我们能写好呢 稍微再补充一下 就效果更好 来 我们既然写了帖子 我们就要多少个 看一下 格子以后在折的时候 不要折成16格 正常折12格 好不好 十六格的時候格子太小了 一個字根本沒辦法容納 因為你的比率本身就這麼大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比如說我們從第一個字開始 看這個方式怎麼 那中方用筆是不是 好 格子太小了 好 那你拿下你一筆拖好好幾個地方不可以 柔子有時候它沒辦法 抵達到完全 做到你滿足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呢 多加一點墨水 格子 不是我超過 它格子折得太小了 老師畫幾隻 可以了 把你洗一洗出來下課 這樣的話導致你每個 水缸 對啊放起來了 你放著 放著我待會要過去跟你講 你這一張新的我待會會跟你講 你先放著好不好 你去把筆洗一洗就可以 你看 水缸 你看到沒有 線條我們再墊這個 墊這個 墊這個 你看這個字 這個方字 方字 是不是 知道啊 你線條 線條的把握一定要相似 知道嗎 不能說 畫的寫得這麼謙虛 為什麼寫謙虛的 就是因為你的毛筆很大 然後在這格子這麼小 導致你沒辦法控制細節的變化 只能把它拉得很高 拉高的話 你只能把線條寫千細 知道嗎 另外一個還加上你的習慣 你還好呢 能把字體寫好看 寫千細的沒事 不會讓人家感覺懶受 不好的地方 萬一你日體鎖的話 那再寫到這麼小的一個格子的話 大小筆再粗一點都不好看 知道嗎 是不是 你也明白這個意思 所以你們念書法的人 你這個 指線這個是可以學習的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能把握到每個線條在寫的時候 你看 相對來說都 大小都能分佈得比較均勻 這樣就導致你在看一個字的時候 不亂 不會給人家感覺 嗯 亂糟糟的 哪一筆是主要的 哪一筆是吃藥的 它反而能控制一個字 相對來說都比較緊湊 知道嗎 這是優點 知道嗎 但是你在領鐵的時候 你一定要對準鐵子來 如果你平時自己這樣去書寫練習 我不管 這是可以的 知道嗎 當我們有鐵子的時候 盡可能就接近鐵子 你只有鐵子練夠了一段時間 你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寫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寫 好不好 好 總體來說這兩個 我覺得 像它這樣的線條和字體還是不錯的 過關的 硬比的話是過關的 這個都是過關的 但是就是在書寫的時候 小細節 小細節 演化之間 沒真正說 用毛筆的那種寫法 真正去把 表示這個問題 這就單單字體好看 就把80%的好多人都 好的 比一下 知道嗎 要是可以放幾個 可以的 好嗎 可以可以 給我 可以 和我 呱 打到 這邊 才會